清井阿苏神社 最初是用来祈求人籍穷魔地区的安全开垦的 之后 向良家的初代当家常赖成为了人籍庄的领主 该神社深得向良氏信奉 成为了与当地民众密切相关的存在 时至今日 这座神社依然以清井的爱称为人们所喜爱 是人籍穷魔地区的代表性神社 在每年10月3日至11日举行的 育供日记是从平安时代起延续至今的 人籍穷魔地区最大的节日祭典 在该祭典上可以观看到 国家指定重要无形民俗文化财产的 穷魔神乐 和有2000多人组队 在人籍室内缓步游行的神性行列 据说 如果被游行队伍中的狮子面具咬住头的话 便可保佑无病消灾 神社的本殿 长廊 碧殿 拜殿 及门楼 在2008年成为了雄本县首个指定国宝 这些建筑是奉向良家第二世代当家 向良长美之命 于公元1609年至1613年间兴建的 被选定为国宝的理由是 这些建筑是在庆长年间连续兴建的神殿群 继承了统一的设计风格 同时加入了桃山时代的华丽装饰 为近视囚魔地区寺院神社的建筑典范 因此受到了高度评价 这是日本首个被指定为国宝的茅草屋顶的神社建筑 倾斜度较大的茅草屋顶 黑漆与红漆两种涂装技法的并用 华丽的装饰等等 这座神社有着非常多的看点 两层建筑的门楼高达12米 融合了禅宗样式与陶山样式的设计 上层眼口的四角分别镶嵌了一对 被称为人吉祥式的阴阳鬼脸面具 据说这在日本是独一无二的 在为神明而建的本殿中 有用金箔描绘的神社文章《并英之语》 本殿两侧则有生龙和祥龙的雕刻 带屋顶的长廊中 有一对阿轰形象的龙雕 连接本殿与拜殿的碧殿中 保留着风花鸟月和植物造型的雕刻 以及金属装饰部件